今天给你们分享江西的特色美食玉角 真的超级好吃 角皮是用毛玉和红薯淀粉做的 QQ弹弹特别的有嚼劲 毛玉清洗干净 然后煮熟直接去皮就可以了 不用生的刨皮 生的刨皮的话手会特别的痒 一定要趁热去皮 凉了的话它就没有多少粘性 去皮之后加盐红薯淀粉 然后揉成光滑的粉团 如果你用到的毛玉没有多少粘性 或者是已经凉了没多少粘性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加一点开水 一定要刚烧开的开水 这样倒下去可以将粉烫熟 然后揉面的话它会很粘 反正就是太干了就加开水 不够粘的话就加粉 然后揉到像我这样完全不粘手的状态就可以了 粉团光滑之后要趁着还有点余温就得赶紧包 一旦凉了或者时间长了 粉团就会变得很干容易开裂 容易开裂的话就不太好包 每一个剂子大概40克左右 搓圆然后捏成小碗状再包入馅料 包好之后用虎口捏一下 就变成这种饺子的形状 包好之后就得赶紧煮 如果晾在那里时间长了 风干了也会容易开裂 煮到饺子全部浮起来 然后颜色带点透明就熟了 如果颜色看起来是很白的话 那里面正面还是夹生的就没熟 我现在这个用的是骨头汤煮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用清水煮也是特别的好吃 这个是包的比较大 基本上四个就能吃饱了 根据个人喜好 如果自己喜欢小一点或者皮薄一点 可以包的小一点皮薄一点 我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脚皮 磕磕弹弹的特别有嚼劲 所以每次做的话都会特意弄厚一点 巨好吃